哈喽大家好 这节课我们讲排水改造的施工程序 大体的一个程序流程的话呢 跟我们的给水的话呢 差不多啊 唯多有一个内容的区别 我把我们的这个给水 也翻出来给大家去看一下 这个是排水的 对吧 那么是材料设备的准备 以及厂体的开潮 还有的话呢 就是我们这个水管的安装 然后给大家去看一下给水 给水的话呢 相对于我们排水而言 大家可以来看 那么多了一部分内容 就是这个汉管 它为什么多这一部分内容呢 不要急 我跟大家去一一到来 首先来给大家去看一下 关于我们这个材料和设备的准备 这部分内容的话呢 大家可以看 相对于我们给水而言的话呢 就少了很多很多 只有三分之一的内容 给水和排水 它在管道上面啊 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在哪呢 就是给水管的话呢 它其实是一个没有带任何水压的 这么一个管道 说白了 你的管子在排水的时候的话呢 它是属于一个自然状态下 由高到低这么一个排水过程 那么你的给水 其实是带了压的 也就是说 我们的给我们的排水 它是无压的 可以说是无压的 那么给水而言的话呢 它是有压的 就有这样的一个区别 所以的话呢 在我们的PVC 给PVC排水管 管子与管子之间的衔接的时候 说我们用的是胶粘剂 也就是说给水管 排水管与排水管之间 哪怕是有接头的地方 我们也用胶粘剂去完成它就可以了 那么这个内容 这个冲击站 这个电站的话呢 它是用来开槽用的 这个我就不跟大家去讲 然后的话呢 这个也是用来开槽用的 有几个内容 第一个是这个刷子 二一个是这个纱布 三一个是这个交战剂 这三个东西的话呢 这个灰刀 我也不知道是干嘛用的 当然它肯定有它的用途 只是它是不知道而已 这个大家体谅一下 这三个内容的话呢 打个比方 我们的这个管道的这个地方 它需要去 需要去接一个接头 然后的话呢 另外去装一根管子上去 也就是说 它是一个直接这么一个状态的话呢 直接是什么样的一个性质的话呢 也给大家去看一下 这个地方好像还没有直接 因为我们的住宅而言的话 就不存在直接 因为我们用的这个排水管的话呢 其实很少很少 给大家去看一下 给水管的直接 直接就是这样的一个形式 说白了 就是它两边 打个比方 两边都是 20毫米直径的这个管子 那么直接的话呢 相对于 对于它而言的话呢 就大那么一点点啊 能够让两个管子都插进去 然后 通过交际 把这个插进去的这些缝性都补上 不至于剩水 那么 再回到这个课程里面 然后跟大家去聊一下我们的这个内容啊 好 把这张PPT的这个图片放大一点啊 尽可能的给大家去看得清晰一些 好 打个比方 这根管子 那这个地方如果说存在一个直接的话 那上面还有一根管子下来 对不对 然后的话呢 这个地方啊 进行一个接图啊 直接接图啊 这样的一个形式 对不对 好 那么我的直接接图和我们的管子之间啊 它肯定有一点缝隙啊 因为它我的我的管子要插到这个直接接图里面去 是吧 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呢 第一步啊 就是用纱布啊 把这个地方尽可能的打磨干净啊 注意了哈 你不可能说把它打磨得更小了哈 只能说把它更多的打磨得干净啊 然后的话呢 用我们的刷子啊 把这个交战机打开了以后 用我们的刷子啊 把这个地方满图啊 满图啊 外壁满图啊 然后的话呢 把我们的直接接图插进去就可以了 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过程哈 但是前提有一点哈 你是先接管后安装哈 先接管后安装啊 这个一定要去注意了哈 你不可能说是边接管边安装哈 你不可能说真正像老师讲的这样哈 那这个管子已经 已经到这了哈 然后我觉得差一截哈 然后我再装一截上去哈 你这个装起来就相对比较的非事哈 好 这是顺序上的一个区别啊 然后的话呢 大家来看这张图片哈 那么这个图片的话呢 其实它就存在多个管境的管哈 融在一起哈 那么这个地方它是需要街头的啊 我们的排水管相对于我们的给水管而言的话呢 在街头上面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哈 我们的给水管在住宅设计里面啊 住宅的施工里面的话呢 一般的鬼水管都是同样的管境啊 同样的管境哈 又或者说管境的大小不会悬熟太大啊 顶多就是50的哈 变换成25的管子啊 这个直径而言啊 50的图片变换成20的啊 这个已经是很跳了 但是对于我们的排水而言的话呢 大家可以看到啊 这个排水管它是111的 这个排水管的话呢 和这个排水管相对于人就会很小啊 这个顶多就是一个50的哈 这个就更小了哈 这个具体是多少 我还真的没法通过视觉去理解它哈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哈 这个地方有一个三通啊 这个地方也有一个三通啊 三通的横向管境一致的情况下啊 树向的这个管境 它是不一样大小的啊 这就是我们的排污管啊 排污管啊 这个顺水三通啊 它的一个区别 啊 这个地方应该是 汴京啊 汴京顺水三通啊 应该叫做汴京而已 汴京的这么一个说法啊 就是说 你的主管 打个比方 你的主管是110的啊 110的啊 那么你的这个支管 它可能说是50的 又或者说是比50更小的管境的时候 那么它就叫做汴京 顺水三通啊 这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啊 包括我们在施工现场的话呢 其实出现这种错误 也不是引力两立啊 OK啊 这个就是我们排水管道的安装 其实相对于我们的给水管道的安装而言 要容易很多啊 第一个是它的范围 只有我们的卫生间和这个厨房 小区会用到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它的内容啊 它真的很少很少 OK 这几个内容的话呢 我们就到这